我和温瑶结婚五年,他一直放不下前男友,得知他前男友得了癌症,我匿名给他打了笔钱,却还是被发现温瑶把卡摔在我脸上,我们已经结婚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要拿钱去羞辱,他一个将死之人。 我静静地看着他,当初是你主动说要和我结婚的,温瑶,得知温瑶的前男友患癌那天,原本是我们定好的周年旅行,我收拾着行李,转头询问温瑶的意见,那条墨绿色的领带要不要拿上,而他站在原地,直直望着手机屏幕,仿佛丧失了无感。 温瑶,我又叫了一声,他如梦初醒般抬起头,看着我,苏宇,我正了一下,怎么了,苏宇要死了,说完这句话,他没有再看我一眼,转身往门外走,他走得很快,好像慢一秒,就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 我跟到医院去的时候,温瑶已经在病房里找到了苏宇,他沉着脸翻完了他的确诊报告,然后问他,什么时候的事,苏宇脸色苍白,上个月提检查出来的,医生说,已经太晚了,不可能治愈,话音未落,看到站在门口的我,他一个大男人,忽然哭了。 对不起,朱七哥,我不是故意要打扰你们的婚姻,我只是太绝望了,我才二十四岁,我不想死,温瑶转过身,顺着他的目光看到我,表情一下子变得很难看,眼神里也带着责,背,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时候提起那场,因为没有度蜜月而约定的周年旅行,似乎太不知轻重了,于是我垂了垂眼,安抚地冲苏宇说,我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不需要,不等苏宇出声,温瑶已经先一步开口,语气极为生硬,你回去吧,离开前,鬼使神差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温瑶已经扑进苏宇怀里,抱得很紧,苏宇琼妖把脸搁在她肩头,闭着眼睛,眼泪好像怎么都流不进,我只有你了。 她带着哭腔说,温瑶,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你了。温瑶更用力地抱紧她,声音色然,我知道,似乎他们之间从来都是情投意合,不曾分离,我正正地看着这一幕,心里漫无边际的情绪涨潮般涌上来,却什么都不能做,在死亡面前,健康地,还活着的人有任何情绪,都是不懂事。 我和温瑶是青梅竹马,从十六岁就开始恋爱,后来我家出现了一些变故,不得已要送我出国,因为时间不确定,我向温瑶提了分手。 她发了很大的火,说我不信任,她才不肯一国恋,可到我离开那天,她又红着眼圈来机场送我,周琪,我会等你回来,不管多久,我都会一直等着你, 就因为这句话,最难熬的那些日子,我一个人也硬生生撑下来,用三年时间修完了原本五年才能完成的课程,可我回国时,温瑶的身边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一个温柔帅气的男人,叫苏宇,是她同校的学长。 听说是追了温瑶很久,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两年,温瑶才勉强同意和她在一起。 回国后,我们这些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聚了一次,有人提起苏宇,反正就到贴嘛,瑶瑶去哪儿她都跟着,唱了酒她就陪着吹风醒酒,病了她就熬。 周宋去照顾,听说今天我们聚会,她本来还想跟着来呢,温瑶皱着眉,明显心情不是很好,别提她,对对对,我忘了,现在周琪回来了,瑶瑶也该跟她划清界限了。 我下意识看了温瑶一眼,她没有看我,正低头盯着手机屏幕,神色冰冷,那天聚会散得并不算愉快,结束后温瑶问要不要送我回家,但看她表情里暗藏的焦躁,我能猜到,她心里起时并不是那么想送我,于是我淡淡道,不用了,我没喝酒,自己也开了车,她像是输了口气,去车离开,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天是苏宇的生日,她坐在摩天轮的最高点,捧着蛋糕发来,一张强颜欢笑的照片,温瑶一路飙车,终于在午夜十二点前,赶到了她身边,回家后,收拾到一半的行李,还摊在卧室里,我又把箱子里的衣服一件件剪出来放好。 在拿到洗漱包时,动作一顿,那里面放着一支粉饼盒,已经有点旧了,很鲜亮的天蓝色,不像是温瑶会买的,那么是谁送的,答案自然不言而喻,我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收进抽屉里,天黑之后,温瑶终于回来了, 她的眼睛里都是血丝,眼尾也微微发红,神情带着一丝茫然的颓色,我迎上去,看着她,机票和酒店我已经退掉了。 嗯,爸妈那边,周末回去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声,就说答应要带的东西,可能这次带不,下次出国的时候,再多买一些吧。 妈妈,我只是很平和地,在交代这次旅行半路夭折的善后处理,但温瑶却突然生气了,她盯着我的眼睛,语气很不好,这点小事还要跟我说,你自己处理不就好了?妈,我愣了一秒,不知怎么的,忽然想起好多年前,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念同一所高中,却不在一个班,我被班上的男生找麻烦,于是想办法联系到他们家长,结果放学后,被更加怀恨,在心的几个人堵在器材室里,因为自幼养成的性格,我习惯自己处理事情,做这一切,我都没告诉温瑶, 但她还是赶到那里,带着老师赶走了那些男生,又转头生气地看着我,为什么?遇到麻烦不跟我说,我一个人能处理好,但我是你女朋友,那时还是个小姑娘的温瑶,气冲冲地说完这句话,一连半个月,连晚自习都跑到我, 门班来上,她用了很长时间,一点一点扭转了我的观念,让我有什么事情都下意识跟她分,想,要做什么也会告诉她一声,而现在,她跟我说,这点小事还要跟我说,你一个男人,自己处理不就好了吗? 她,像是察觉到自己情绪的失控,温瑶微微一顿,语气缓和下来,对不起,周琪,我心里有点烦,我深吸一口气,我去洗澡,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房间里不见温瑶,我找了一圈,才发现她在二楼的露台上喝酒,一杯接着一杯,温瑶并不是爱喝酒的人,当初她和苏宇大吵一架,提出分手后,过了不久,便要我娶她, 那天,苏宇也在求婚现场,她脸色苍白地站在原地,神情绝望,温瑶看到了,却什么话都没说,只是那天半夜,我醒来后,发现她在阳台喝着酒,直直望着北边的夜幕,几点西,梳的星子,那个方向,正好是整座城市最高的摩天轮,和上次一样,我什么都没说,默默地回到我, 不知道是不是着了凉 一把钻住了我的手,腕,周琪,我的粉饼盒呢?她又问了一遍,抓住我的那只手很用力,连指甲都牵进肉里,我吃痛地倒抽了衣,口凉气,在床头柜抽屉里,温瑶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去找那个苏宇送她的粉饼盒,我甩了甩发红的手腕,低头翻出止痛药,咽下两颗, 那场突如其来降临在苏宇身上的癌症,已经夺去了温瑶全部的心神,所以她完全无暇顾及我的头痛,也是,那只不过是一点无足轻重的小毛病而已,至少对她来说。 后面几天,温瑶没有去公司上班,她到处联络,几乎找遍了整座城市所有顶尖的肿瘤医生,他们给她的结论都是一样的,苏宇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再怎么治,也只能延长她些许的生命而已。 这个结果每被确认一次,温瑶脸上的痛苦,就会加深一分,那天黄昏,我从公司开车回家,正好撞上院子里的温瑶和苏宇,比起上次见面,苏宇又瘦了一点,她换下了那身蓝白条纹的病号服,正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夕阳金红色的光芒扑下来,给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一点点度上暖意。 而我的妻子温瑶,正用手一遍遍温柔地摸着她的脸,我坐在车里,静静地看着这一幕,那个瞬间,我不由自主地想,或许温瑶人生中,做过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和我结婚,我在附近的酒吧做到半夜,温瑶好像终于想起,世界上还有一个我,于是打来电,哗,周琪,你在哪? 不等我回答,这头就有乐队演奏的声音,传入电话中,温瑶的声音顿了顿,我来接你,她过来的时候,乐队已经唱完最后一首歌,下台离开,我坐在角落里,桌面上放着一杯没喝的Mojito, 温瑶站在我面前,昏暗的灯光打在她脸上,看上去莫名有种冷酥,怎么一个人来这里喝酒?没喝,我说,就是点一杯坐着,听听歌而已,听我这么说。 温瑶的脸色好看了一点,她抓住我的手,走吧,回家,坐进车里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消毒水味道,显而易见,她是送苏宇回医院后,才终于想起了我。 于是我问,苏宇是静怎么样,事实上,在得知她的病情之后,这些天我一直在温瑶面前,保持着心照不宣的沉默,这算是第一次开口提及,她必无可避,只好回答。 不太好,我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给她治疗,但情况,还是不容乐观,像是意识到这话的不妥当。 她又补充了一句,周琪,你别误会,我只是觉得,之前对她不太好,想补偿一下,这倒是实话,我听那些在国内的朋友说过,温瑶对苏宇一直很不好,我出国后半年,温瑶就认识了苏宇,因为她帮自己解决了麻烦,苏宇对温瑶极尽感激,这种感激很快进化成男人蓬勃,生长的爱意。 接下来的两年,不管温瑶怎么冷脸以对,出言嘲讽,她始终保持着极致的热情,最后她终于被打动,但即便是恋爱的时候,也是苏宇付出比较多。 想到这里,我常常地吐出一口气,何况,她快要死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温瑶的嗓音里,甚至带着一点哽咽,这种活着的,健全的人,面对无法战胜的病魔时的无力感和愧疚,我其实体会过,正因如此,此刻的我才显得如此无力, 哪怕温瑶是我的妻子,哪怕我才是她合法的伴侣,接下来的车程,一路无话。 回家穿过庭院时,我下意识在那张摇椅前停顿了一秒,温瑶回头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没什么,好刺眼。 我提出要跟温瑶一起去医院看望苏宇时,她的第一反应是很警惕地盯着我,我状作没察觉到,不行吗?过了好几秒,温瑶才应了声,可以,大概是最近治疗效果还不错,苏宇的气色好了不少,见面聊了几句,她忽然提,出,想出院工作,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真的痊愈了, 但生命最后,这几个月,我还是想尽量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可以吗?她一脸稀计地看着温瑶,她又怎么会拒绝?温瑶提出,要把苏宇安排进她家公司,苏宇立刻摇头拒绝,不行不行,那不成了走后门吗? 我要凭自己的能力,堂堂正正找一份工作,毫不意外地,温瑶找到了我,她的薪水我来付,你什么工作都不用给她安排,不会影响到你的,我忍不住扯了扯唇角,有些嘲讽地问,温瑶,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她微微一愣,然后叹了口气,可是她生病了,是啊,她生病了,得了癌症,快要死了,所以她要做什么?我们这些健康人都得无条件地迁就。 良久,我从包里翻出一张名片,递到她面前,淡淡地说,我把人事的联系方式给你,你让她投简历,走正常面试流程,温瑶到底没接那张名片,她只是用一种极冷然的目光看着我,像是头一天认识我一样。 周琦,跟一个将死之人斤斤计较,你让我觉得害怕,一直到温瑶走出去很远,我依旧站在原地,动也没动,维持着最后一丝体面,直到身后有个小姑娘走上前,拍了拍我肩膀,在我耳边轻声提醒,哥哥,你的,手在流血。 我回过神,向她道谢,低头才看到,在胶着的情绪影响下,我不知不觉,又开始自残一般,抠开自己的皮肤,任由血液一滴滴落下,但温瑶已经再也不会发现了。 我让助理去调查了一些有关苏语的事,和我想象的差别不大,她身是悲惨,没有爱她的父母,日子一直过得贫困。 温瑶,就是照在她身上唯一的一束光,如果没有温瑶出手帮助,她可能连雇正的医疗费用都付不起,于是我让助理以她家人的名义给苏语卡里打了笔钱,不让她进我的公司,是我死守着这场婚约的底线,给她这笔钱,是同为人的一点联系。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是还是被温瑶查出来了,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刚一开灯,就看到她站在玄关外,几不知瑶的距离,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有点意外,今天回来这么早吗?回答我的,是一张猛然甩过来,砸在我眼角的银行卡,一点刺痛从太阳穴蔓延开来,随即痛感渐渐加重,温瑶大步走到我面前,用力扣住我手腕,声音里带着怒气,我们已经结婚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要拿钱去羞辱她一个病人?我没。周琪,你从小就有富裕美满的家庭,去国外年最好的学校,回国后就进了家里的公司,我也和她分手,和你结了婚,一路顺风顺水地走到今天,你什么都不缺,可她什么都没有。 羞辱她,能让你高贵的身份再更上一层吗?我闭了闭眼睛,无数过往的画面,幻灯片一样,从我脑海闪过,像一场支离破碎的电影。 温瑶,我努力想让自己的声音保持惯有的冷静,可还是戴上了一丝颤抖,你不能这么跟我说话,你不能地温瑶松开我的手。 后退一步,看着我,似乎想说点什么,可这个时候,她的手机响了起来,拿出来,屏幕上闪动着苏语的名字,温瑶脸色微微一变,毫不犹豫地和我擦肩而过。 开门出去,我盯着墙上的挂画,抬手在眼尾的伤口轻轻按了一下,疼痛加剧。 那天晚上之后,温瑶有好几天没有回家,她始终没有联络我,但我仍然知道,是苏语的病情恶化,她疼到难以忍受。 所以,闹着给温瑶打来了电话,温瑶曾经在任何时刻都会并肩和我同行的温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找她。 我找了家很远的医院,做全身体检,医生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周先生,你必须适当地把情绪发泄出来,这对你是有好处的,我沉默了很久,谢谢。 但我没有可以发泄的人,又能跟谁说呢? 在国外那三年,最严重的时候,我为出血昏迷,被所不相识的同学送到医院,出院时路过人少的街道,又不幸碰上街头枪战,子弹斜斜斜打进腰侧,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何况那时候,我和温瑶处于分手状态,后来回国。 她身边已经有了苏语,我更是不能说,管英温瑶的求婚,的确带着一点私心,因为无数个快要熬不下去的夜晚,我想到,那个在机场红着眼眶说会一直等我的少。 女,已经刚合的心底,总会又生出一点勇气,我一边想着过去的事,一边慢慢走出医院大门,面前忽然站了个人,抬起头,是温瑶。 她正死死盯着我,脸色冷得吓人,声音里带着一股恍然,周琪,你来医院干什么? 妈,我愣了两秒,忽然反应过来,她是害怕我像苏语一样,于是我失效,做个体检,温瑶不相信,我只好把包里的体检报告拿出来,递给她,独独留下了心理医生给的那份,从数据上看,我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温瑶沉着脸,仔仔细细地把报告翻了两遍,又盯着那行腰部就伤,无大碍问,我,这是什么? 为什么我从来没听你说过,我正了正,在国外的时候,碰上过一次枪战,受了点小伤,坐进车里的时候,温瑶的眼神冷得像能结出病来,我觉得无奈,盯着窗外倒退的风景看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再说两句,你放心,我对自己的身体有分寸,每年都会做体检,不会和苏,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忽然打断了我,接着猛地踩下刹车,把车停在路边,扯了安全带欺击我,我知道。 他问的是今天体检,所以十分平静地看着他,只是常规体检而已,这几天,苏宇的病情不是不稳定,嘛。 提及苏宇,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嫉妒,又像是恼怒。 但最后,话题还是落在了我身上,只是声音不再那么有底气,当初你受这么严重的伤,也应该告诉我的,周琪,这一次,我是真的笑出声来。 我受伤的时候,我微微停顿了一下,应该正好是你终于被苏宇切而不舍地追求打动,答应和他,在一起那天,温瑶,取出子弹后,我在病床上看到了你的微博。 后面几天,温瑶对我的态度,忽然变得很热情,除去磨人的夫妻生活外,甚至每天,我离开公司时,温瑶的车都在楼下等我,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十八岁,那时我们之间,除了虔诚又炽热的爱意,什么也没有。 我在心里反复揣摩和猜测,最后告诉他,其实你不用觉得愧疚,那时候隔着半个地球,就算你知道了也没用,温瑶唇边原本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他深吸一口气,我不是在补偿你。 周琪,你是我的丈夫,我们才刚结婚一年,多,这样的状态,才是正常的,我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温瑶放在车台上的手机忽然亮了,是苏语发来的消息,温瑶竟然很罕见的,没有理会。 我问他,苏语怎么样了,温瑶冷笑一声,和我有关系吗?反正想照顾他的人多的是,也不缺我一个,我想,如果他此刻往车前近看,就会发现那里面倒映出来的,他的眼睛里满是燃烧的渡火,我很快就知道了那是为什么。 月底,我去探望一位住院的长辈,而他又一好和苏语在同一家医院路过苏语的病房门口时,我看到他穿着病号服坐在床上,用瘦的骨节突出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拨着号码并床边,站着一个黑衣黑裙的少女,他用阴郁的眼神扫过门口的我,又很温柔地对苏语说,别打了,他毕竟已经结婚了。 总要回去陪他老公,于宇,你还有我啊,素语恍若未闻,只是继续拨着温瑶的电话,别不理我啊。 温瑶,你说过最后一程,会一直陪着我的,我承认,那个瞬间,我心里是羡慕他的,因为我的人生在被安排好的轨迹里前行,从来都别无选择。 回家的时候,温瑶已经做好了晚饭,我顺口提了一句,今天看到苏语,他好像又瘦了,温瑶盯着我,眼神一瞬间变得严肃,你为什么去找他? 那目光像一把锐利的尖刀,令我顷刻间从自我麻痹的幻梦中苏醒过来,我嘲讽地笑了笑,别紧张,我不是去找他麻烦的,只是看别人的时候,以好路。 过,我不是那个意思,温瑶说着,避开了我的眼神,也许是为了补偿,他提出下个月过生日的时候,出去约会,去看十二点的夜场电影,连着两场,然后再一起去海边看日出,原本我是该拒绝的,只是他那么专注地看着我, 而提出的计划,又恰好是十六岁,生日时我们一起做过的,那时候我被逼得快要喘不过气来,哪怕温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敏锐地察觉到我情绪不佳,于是半夜,他来敲,窗户,拉着我出逃,我们一起,看了两场电影,是初恋这件小事,和罗马假日,电影结束的时候,天际微微泛着白色, 我骑车带温瑶穿行在环海公路上,最后车停在悬崖边缘,朝阳的金色,一点一点从海面浮现出来,他向我表白,可那是很久很久之前了,久的他必须要拉着我,重做一遍这些事,才能捡回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细节, 所以我答应了,我说好,像是十六岁的夜晚,哪怕看一模一样的电影,还是找不回当初的心境,就像和温瑶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反复地追忆过去, 那意味着,只是现在的他,已经不能让我的爱意和失望互相平衡,我只是不甘心,总挂念过去那些他拉着我,不让我坠落下去的时光,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了身边的温瑶身上, 他也没有再看电影,反而很焦躁,偶尔拿出手机看一眼,又像被刺痛了那样放回去,我安静地提醒他,在震动,有人给你打电话,温瑶勉强扯了扯唇角,不用管他,今天我是来陪你过生日的,可怜又可笑的是,我真的相信了这句话,电影结束,温瑶接通了苏宇打来的第18个电话,那便传来绝望的哭泣声, 温瑶生病真的好辛苦,我吐了好多血,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温瑶在我眼神的注视下,温瑶平静地收起手机,点脚亲了亲我的脸颊,我去烫洗手,尖,然后就再也没回来,我在那家偏僻但离海很近的私人影院门口,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给温瑶打过去一个电话,他关机了,挂断电话, 我发现苏宇来申请了我的微信好友,我通过了,他很快发来好几条消息,对不起啊,周琪,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只是,太想证明我在他心里的重要性了,你是温瑶的白月光,无论我怎么对他好,都动摇不了你在他心里的位置,可我,现在生病了,快死了, 就让我任性一次,做个恶毒的人吧 白月光,白月光,这个词,真的好恶心啊,心里有股暴虐的情绪在横冲直撞,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一侧忽然有只手伸出来,巨大的力道,把我往小巷子里拽,我摔在地上,膝盖和手肘擦过粗利的地面和墙壁,一阵阵钻心地疼,然后抬眼,对上一双阴郁而疯狂的眼睛,有点熟悉, 但又很陌生,是那天在苏语病床前的黑群少女,你就是温瑶的老公,什么玩意儿,也敢让鱼语不开心,他每天每夜都在受癌症的折磨,而你呢,开开心心做着你的大少爷还不够,还要抢他喜欢的人,让他生命里最后的日子也过得不痛快,他点了点眉心,残忍地看着我,怎么痛怎么来, 别让他晕过去,天机一点点泛出白色,日出快要来了,而少女的身后,有个高大又猙獰的男人走出来,停在了我面前,灰尘四溅,那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又一次闪过脑海, 这一次,看得稍稍清楚了点,是六岁的时候,我妈忽然确诊了乳腺癌晚期,哪怕做了全切除,癌细胞还是扩散了,她躺在床上,身上的生机一日比一日更微弱的时候,家里来了人,是我小姨,她的双胞胎妹妹,和我妈长得有八分相, 她就这么自然地顶替了自己姐姐的位置,接过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我爸也没有丝毫不满,因为她很清楚,两家人是必须要捆绑在一起的, 那时候我才六岁,对一切都似懂非懂,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喊小姨妈妈,又为时, 妈,她才来我家一个月,我就有了一个同夫异母的亲弟弟,只记得,我妈走的那天,很用力地握着我的手,小琪,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健,康地活着,这句话后来变成了我的枷锁, 以至于在每一次听到苏宇说她不想死的时候,心中都油然而生一股荒谬感,想好好活着,好好被爱的人生患绝症,而想死的人,必须带着愧作活下去, 在家的时候,我不能做很多事情,因为我是长子,要肩负起周家的责任, 但弟弟可以撒娇,可以自由地做一切想做的事,和温瑶恋爱的事情被知道后,我爸让小姨来找我谈话, 他穿着我妈的旗袍,戴着我妈的珍珠项链,轻蔑而怜悯地看着我,你想恋爱,万万可以,别想着结婚,周琪, 你是哥哥啊,不会想让自己的弟弟替你承担责任吧,二十岁的时候,他给了我两个选择, 要么立刻和那位比我大了整整二十岁的,我爸最近啃不下来的商业合作对象定, 婚,要么去国外念商科,毕业后再回来结婚,顺便帮忙打理公司, 我选了第二条,回国后不久,他们又开始四处评估, 有谁是适合结婚的对象,要和什么样的人家,绑定在一起, 才能实现周家的利益最大化,他们考虑得理智,清醒,有周全,唯独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索性那时候,温瑶提出要跟我结婚,我答应了他,我以为他能像之前很多年一样, 拉着我在深渊边缘行走,努力不让,我掉下去,可他的身边, 已经有了苏语,血把眼前视线糊成一团的时候,我终于摸到了一旁的尖锐石块, 然后举高,用力砸下,温热的血溅在脸上,男人软着身体倒下去, 我举着染血的石块,贴着墙慢慢站起身,几步之外,少女听到动静, 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底有一块阴云,有点本事,我喘了两口气, 对她说,一直都是你的心上人肃语对不起我,你才喜欢她, 她的心里还是只有温瑶,哪怕温瑶结婚了,哪怕她快要死了, 她也不会考虑你,你闭嘴,她暴怒地冲过来,一耳光甩在我脸上, 如果你不答应温瑶的求婚,他们吵过就会很快和好的, 她会和温瑶过得很幸福,脸颊又痛又发烫, 我看着她,镇定地笑,我为什么不能答应呢? 如果苏宇和温瑶吵架后,说要和你结婚,难道你会拒绝? 她,她要死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办法治愈她的癌症, 只好把怒气发泄在我这个无辜的人身上, 我断了一下,轻轻吐出两个字,废物,这么舍不得,就该陪她一起去死, 那个瞬间,我想起那个一脸严肃的医生说过的话, 周先生,你必须适当地把情绪发泄出来,这对你是有好处的, 果然如此,少女愣愣地看着我,半嗓,忽然淒厉地哀嚎一声, 沿墙壁缓缓下滑,在地上蜷缩,成一团,她哭得那么伤心,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有些不解,他们这些人, 总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可怜的人,苏宇,温瑶,还有她,都是一样的, 我勉强把脸上的血迹擦干净,走出小巷时, 遥远天际的日出,正好站出第一道金,光,然后一点一点, 直到光芒填满整片昏暗的天空,很美丽的风景, 所以有没有温瑶在身边陪着我看,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我打车去警局报了警,把染血的石块递过去, 问警察我这算不算正当防卫,年轻的警察看着我, 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满是怜惜,周先生, 你放心,你身上的痕迹能证明对方是杀人未遂, 只是,你还好,妈,我说还好,可能有点痛, 不过伤口我自己会处理,需不需要联系你的家人, 来接你回去,能联系谁呢? 我垂下眼,笑了笑,不用了,我家里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 做完笔录,回家,我把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找出来, 签完字,寄到了温瑶宫, 死,在处理这一切的过程里,温瑶始终没有联系过我一次, 但我能从苏宇的朋友圈里看到, 他陪她去了云南, 理由,当然和用过无数次的那个一样, 他快要死了,这是他的遗愿, 在沧山而海,他坐在瑶椅上, 他温柔地倚靠在他身边, 他说,温瑶,等我死了, 你就把我的骨灰埋在这里, 我想做个自由的灵魂, 如果你偶尔想起我, 就来这里看看风景吧, 多浪漫啊, 他连死都要死得这么浪漫和深刻, 要温瑶一辈子都挂念他, 我翻完这条朋友圈, 漠然地删掉苏宇的好友, 其实我能猜到温瑶的想法, 他不联系我, 是带着一种近乎自我欺骗的逃避, 仿佛只有他不跟我说, 默不作声陪着苏宇, 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再回到我身边, 我们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那样, 继续走下去, 但不可能了, 离开这座城市前, 我去见了一个人, 是我和温瑶共同的朋友, 叫齐圆圆, 因为性格原因, 从小到大, 我也没交到几个朋友, 他勉强算是一个, 我要离开了, 他咬着烟, 惊得站起来, 不是吧, 你也得痛症吧, 我失笑, 怎么可能, 就是不在这里待了, 换个城市, 那周家的公司和家业怎么办, 不要了, 我平静地说完, 又重复了一遍, 从一开始, 我就没想要, 其实所有人都清楚, 温瑶在和他患有绝症的前男友纠缠不休, 所有人都在看我笑, 话, 所以当我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家里时, 小姨温柔地说, 没关系,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二婚也不会没有价值的, 我笑了笑, 我没有价值, 别妄想了, 周家的公司还给你们, 你一直惦记着的, 属于我妈的东西, 也早就是你的, 我说, 如果不想周家逼死长子的丑闻传出去, 就放我自由, 他那双清零零的, 永远温柔如水的眼睛里, 第一次出现了憎恨, 仿佛是出于报复, 他压低了嗓音, 轻轻地说, 不怪你, 周琪, 你的妻子宁可去, 陪一个死人, 你也确实可怜, 在我对温瑶的爱和期待消失无踪之后, 这句话已经无法给我带来伤害, 我告诉齐媛媛, 总之, 如果温瑶来问你, 别告诉她我去哪了, 周琪, 你什么都有, 温瑶, 我什么都没有, 唯于一具还活着的躯窍, 听齐媛媛说, 我离开后没几天, 温瑶就回来了, 她孤身一人, 身边没有苏语, 大概她还是没有挺过去, 只是死在苍山而海, 也算实现了她的遗愿, 温瑶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 她又发来消息, 什么意思, 你要跟我离婚吗, 周琪, 我没有回复, 也确实没有回答的必要, 齐媛媛告诉我, 温瑶像一头焦躁的困兽, 四处寻找我的下落, 甚至找到了周家, 去, 她闯进去的时候, 我爸和小姨正商量着, 要不要把我抓回去, 送给那个年鱼五十弹, 有权有势的寡妇, 周琪, 你不知道温瑶当时的表情, 嘖嘖嘖, 齐媛媛在电话里跟我感慨, 而且你之前不是报警了吗? 警察寄了回职记录到你, 家, 还打电话, 说联系不到你, 不过那两个杀人未遂的犯罪嫌疑人, 已经抓到, 后续的一些消息, 也是齐媛媛告诉我的, 温瑶找到警察局去, 问了那天的详细情况, 也许是出于对我的同情, 女警是无惧, 细地告知了她, 然后温瑶就崩溃了, 走出警察局, 她就报夕蹲在路边, 哭得声嘶力竭, 当时齐媛媛就陪在她身边, 看着温瑶抬起通红的眼睛, 又问了一遍, 你究竟知, 不知道周琪去哪了? 不知道啊, 齐媛媛看着她, 无奈地怂怂肩, 你知道的, 周琪性格就那样, 午不热, 我们谁都跟她不熟, 她只认你一个人, 这话好像彻底把温瑶击垮了, 她开始疯狂地调查, 这些年, 我都经历了什么, 在国外那三年, 又发生了什么, 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每被揭开一点, 温瑶就更崩溃一点, 我想她一定很后悔, 曾经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但要水难收, 听闻温瑶的痛苦, 我也并不觉得快意, 心里只剩下漫无边际的漠然, 何况, 无论是当时经历这些, 还是如今回忆起来, 我心里其实都很难有什么激烈的想法, 因为一直以来, 我都像一具行尸走肉那样活着, 只有温瑶能调动我的一点情绪, 让我在一潭死水般的生活里找到一丝期望, 如今也都消散, 那天, 齐渊渊告诉我, 我们以前念过的那所高中举办孝庆典礼, 邀请杰出孝友回, 去参加, 我和温瑶的邀请函, 都被寄到了温瑶那里, 她回去看望老师, 曾经的年级主任很感慨, 这么多年, 你和周琪一直都在一起, 还结婚了, 一, 真是难得, 很少有年少情, 屡能走到这一步, 温瑶目然地站在那里, 听年级主任一句句念叨着过往, 都是被她刻意尘封在记忆, 角落里的那些细节, 她肯定想起来了, 十七八岁那阵, 她有多爱你, 哪怕高考完, 我们一起喝醉了, 走, 在路上, 她都念叨着, 未来要和周琪结婚, 齐元元说着, 停顿了一下, 所以走出学校的时候, 我告诉她, 别装了, 周琪在, 国外整整三年, 你都没想过去看她一次, 只顾着和苏宇纠缠, 何况, 她现在已经对你死心了, 温瑶是个很聪明的人, 就从这句话里, 她就猜到了, 我和齐元元还有联系, 于是想办法从她那里找到了我, 的联络地址, 那天下午, 我拎着一袋药, 从医院回来时, 发现温瑶就站在门口, 看到我的一瞬间, 她眼睛就红了, 周琪, 周琪, 你也生病了, 是吗? 没有, 我很健康, 我淡默地说, 只是一些心理和精神方面的药物而已, 我吃了很多年了, 暂时不会危及到性命, 至少不会像癌症那么无可治愈, 说完, 我越过她就要往院子里走, 然而温瑶一把抓住了我的一百, 哀求似的说, 周琪, 我不想和你离婚, 我觉得很荒谬, 因为我对她的爱并不是一瞬间消散的, 而是在她一次又一次地选择苏语的过程里, 一点一点, 慢慢消磨干净, 如今苏语过世了, 她又回来找我, 算什么呢? 于是我冷静地建议她, 其实, 如果你舍不得苏语, 可以陪她一起走的, 我没有舍不得她, 这一句漠然抬高分背后, 她的声音又低下来, 我一开始就说过, 苏语她得了癌症, 快要死了, 我只是觉得愧疚, 想陪她走完, 最后一程而已, 我已经数不清, 这是她第几次在我面前提到苏语的病了, 好像因为她得了癌症, 所以全世界都得无条件地迁就她, 死亡面前一切让道, 于是我终于笑起来,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不就是癌症吗? 不就是快死了吗? 难道只有她一个人经历过吗? 这么多年, 我割过腕, 烧过炭, 也吃过好几次药, 只不过每一次都被救回来了, 而已。 她在你面前哭着说, 自己活不了多久的时候, 其实我是羡慕她的呀, 我羡慕她, 可以没有拘束地死去,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和她换的, 让我死, 让她好好地活着, 幸福地和你在一起, 所有人都得偿所愿。 那样更, 好, 温瑶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她的眼睛像两汪深不见底的湖水, 而此刻, 浮现出失灵, 灵的绝望和痛楚, 周琪, 我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的话, 后面的话, 温瑶终究没有说出来, 因为她已经说不出来了, 明明犯错的人是她, 伤害我的人是她, 可她在我面前哭得这样惨, 就好像我做了, 什么对不起她的是, 哪怕是这个时候, 我心里也没什么太大的情绪波动, 温瑶, 人总是会变的, 人也是可以变的, 所以哪怕你二十岁时说过要等我, 却在二十一岁时就变卦了, 我也没怪过你, 我是真心喜欢过你的, 喜欢到这么多, 你也只有你能牵动我的情绪, 哪怕一开始你放弃我, 义无反顾地奔向苏语, 我也可以不计较, 只是, 这份喜欢已经被你亲手, 一点一点消磨干净了, 不管是你, 还是苏语, 还是那个喜欢苏语的疯子, 你们伤害我的理由都是一样, 因为我什么都有, 我过得幸福美满, 而你们总是进退两难, 碍而不得, 有各种各样的缺憾, 但现在, 我放弃的一切, 什么都没有了, 你们可不可以放过我了呢, 温瑶终于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偶尔, 我会从七元月那里, 听说几句关于他的消息, 比如, 那两个犯罪嫌疑人, 忽然死在了牢里, 比如, 温家忽然开始不计后果地, 打压周家的公司, 哪怕用高的不合理的价格, 也要把单子截下来, 最后周家破产, 温家也元气大伤, 那禁锢了我二十多年的纯金枷锁, 终于崩塌湮灭, 得知这个消息后, 我难得愣了骗, 客, 然后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了酒, 因为洗过好几次胃, 所以我的胃一直很脆弱, 经不起酒精的刺激, 偶尔去酒吧, 我也只是点一杯酒放着, 并不会唱, 但人生难得有喜事, 多少还得庆祝一下, 我免了两小口, 感觉胃部微微作痛, 就把酒罐放下了, 这时候, 手机忽然响起来, 我接了, 是温瑶, 他那边传来的声音里, 也带着一点醉意, 周琪, 我替你出气了, 一瞬间, 我好像被这声音拉回了十四岁的时候, 我被人欺负, 他跑去找人打架, 最后带着满脸伤口回来找我, 说, 是我打赢了, 周琪, 我替你出气了, 那是我喜欢他的开端, 但很快回过神来, 挂了, 温瑶黄吉又不知所措地说, 别是周琪, 我就想再听你说两句话, 我笑了笑, 你有没有再去沧山而海看过苏语呢, 温瑶没有说话, 但电话那边的呼吸声忽然急促起来, 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忘记告诉你了, 其实那天晚上, 你抛下, 我去找苏语的时候, 他就来加了我的好, 哟, 所以接下来, 你们旅行的每一站, 做了什么, 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温瑶, 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事, 但我并不会因此就对你产生一点感激, 你不, 配, 夜风混着月光轻柔地吹过来, 凉酒凉酒, 温瑶的声音终于又响起来, 带着尖色的哽咽, 对, 我不配, 周琪, 一切都是我的错, 该受折磨的是我, 求你好好活着, 我什么也没说, 只是挂断了电话, 前两天去医院复查, 医生说我的情绪已经豪转很多, 或许是逃离了一切沉重的负累, 反而让我多出一点往下走的勇气, 我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再梦到十几岁的我和温瑶, 我把啤酒罐丢进垃圾桶, 离开了阳台, 今晚要早睡, 明天去海边看日出, 明天去海边看日出,